来 哈利路亚 大家平安 哈利路亚 大家平安 晚上开始 我们要来查考启示录 今晚开始 我们要来查考启示录 就根据自己查考的一些心得 就根据自己查考的一些心得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那启示录 晚上我们来谈启示录的概论 启示录第一章就是在讲 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启示 启示录第一章就是在讲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启示 那第二章 第三章就是在讲 写信给七教会 第二章 第三章就是讲 写信给七教会 指出各教会的一些问题 指出不同教会的问题 还有他们的优点 那这个就是在描写我们末后的教会 这个就是在描写着我们末后的教会 就像做一个全部的身体的检查一样 就像做一个全身的检查一样 看哪里有什么问题 看看哪里有问题 那这些问题要先解决 这样才有办法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这样才有办法来迎接主耶稣的再来 所以从第四章开始 所以从第四章开始 就在讲末后真教会的出现 就在讲末后的真教会的出现 一直到主耶稣的再来 直接去到主耶稣的再来 这个就是启示录的大概 那启示录在第一章里面就写得很清楚 启示录在第一章里面就写得很清楚 从第一节开始 从第一节开始 就记载这个是向约翰做的启示 就记载到这个是向约翰做的启示 约翰被流放到拔摩海岛 约翰被流放到拔摩海岛 这个时候差不多西元95年 约翰是获得最久的侍徒 约翰是活得最长的侍徒 这个时候所有的侍徒都已经离世了 这个时候所有的侍徒都已经离世了 就剩下约翰一个人 就剩下约翰一个人 那他年纪也非常大 他的年纪也很大 本来在罗马的皇帝多米田的时候 本来是在罗马皇帝多米田 那他受到逼迫 他本来是在以弗所那边牧养教会 他本来是在以弗所那边牧养教会 就在以弗所那里被判要下油锅 那就要执行的时候 正要执行的时候 忽然下起非常大的雨 突然之间下很大的雨 冰丁以为这个是神在发怒 冰丁以为这个是神在发怒 所以不敢给他下油锅 所以不敢将它丢到油锅 就后来给他改成冲金拔摩海岛 后来就是将它改成要去到拔摩海岛 那就在拔摩海岛得到主的启示 就在拔摩海岛得到主的启示 见到主再临的情形 也都见到主再临的情形 就是在启示里面 就是在启示里面 就像启示录一章七节所讲的 就像启示录一章七节所讲的 所看了他降云降临 他降云降临 见到他价云降临 众目要看见他 众目都要看见他 连次他的人也要看见他 连次他的人都要看见他 那这个就是 就是他看到主耶稣最后再来的一幕 这个就刚好可以跟约翰福音 最后做一个连接 就刚好可以跟约翰福音 最后做一个连接 因为彼得问主耶稣 这个人以后怎么样呢 因为彼得问主耶稣 最后这个人会怎么样呢 因为你讲到我年老要为你而死 那这个人你怎么没有讲呢 但是为什么约翰就没有讲呢 那主耶稣就回答他 主耶稣就回答他 我如果要他等到我再来 跟你何干 如果我要等到他等到我再来 的话跟你何干 所以就有一种传说 就在教会当中 他们就传说约翰要活到主耶稣再来 所以在教会当中就有一个传说 就是约翰要活到主耶稣再来 其实主耶稣不是这样讲 其实主耶稣并不是这样讲 就是说我要他活到我再来 跟你有什么关系 就是说我就算要他和我一样 去活到他等我再来的时候 又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跟启示录这个连接起来 如果跟启示录这个连接起来 倒是可以连接在一起 都可以连接在一起 因为他真的在意象里面 看到主耶稣再来 因为他的确是在意象里面 看到主耶稣再来 那这个启示录 他是写给七教会的 启示录是写给七教会的 就是当时的教会 就是当时的教会 那所以受信的就是 亚西亚七教会 所以受信的就是 亚西亚七教会 这个在启示录一章的十一节有记载 这个是七章十一节启示录里面 有记载到 那这个就是从第二章第三章里面 描写的这个七教会 这个就是从第二第三章里面 所描写的第七间教会 他们有一些值得称赞的 他们有一些值得称赞的 有一些也需要受到责备的 有一些都需要受到责备的 那圣灵启示这个使徒约翰 圣灵启示使徒约翰 指出当时各教会的情形 指出当时各教会的情形 这个也就是在指出我们幕后教会的情形 这个也就是在指出我们幕后教会的情形 所以我们学习七教会 所以我们学习七教会 其实就是要学习教他们的优点 其实就是要来学习他们的优点 也要从他们的缺点中来发现教会的缺点 也要从他们的缺点当中发现教会的缺点 这样子能够来做好准备 这样能够做好准备 才有办法迎接主耶稣再来 所以我们要查考主的再来 所以我们要查考主的再来 这个七教会也应该要好好地学习 七教会我们应该要好好地学习 这样子主耶稣再来对我们才有益处 如果我们没有准处好 如果我们没有准备好 那主耶稣再来就不一定是对我们有益处了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未必是对我们有益处了 因此这个七教会的学习也是很重要 因此七教会的学习也是很重要 当时的教会是受到逼迫 因为罗马皇帝实行要拜该杀这个政策 因为当时罗马政府实行要拜该杀的这个政策 你不拜就要受到逼迫 你不拜的话就要受到逼迫 那基督徒他是不拜偶像的 基督徒是不拜偶像的 因此教会就受到逼迫 也都因此所以教会受到逼迫 所以当时的教会是受到逼迫的情形 所以当时的教会是受到逼迫的情形 在启示录一章九节就有记载 在启示录的一章九节就已经有记载 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 和你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患难 和你们在主耶稣的患难 国度 忍耐一同有分 可见当时的教会就是在患难里面 可见当时的教会就是活在患难里面 包括使徒约翰也是一样受到逼迫 包括使徒约翰也是一样受到逼迫 所以才被流放到拔摩海岛 所以才被流放到拔摩海岛 拔摩海岛是离乎所差不多七十八公里的一个海岛 拔摩海岛是离乎所差不多七十几公里的一个海岛 在爱琴海岛在爱琴海上面 在爱琴海岛就被放逐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得到启示 然后得到启示 就写了这个启示录 就写了这本启示录 启示录的目的 启示录的目的 记载在启示录的一章第二节 记载在启示录的一章第二节 这里又将启示录的目的写出来 这里又将启示录的目的写出来 一章二节讲 耶翰就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一章二节就讲到 约翰就将耶稣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 凡自己所看见的 都证明出来 都证明出来 所以启示录就是要证明神的道 还有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还有主耶稣基督的见证 神的道其实就是在讲主耶稣本身 神的道其实就是在讲主耶稣的本身 以及他所传达的这些信息 以及他所传达的信息 我们可以参考启示录的十九章 我们可以来看启示录的十九章 启示录十九章 我们来看第十三节 启示录第十九章 第十三节 他穿着节浅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这里在讲他的名称为神的道 这里讲到他的名称为神的道 所以神的道就是在讲主耶稣本身 所以神的道就是在讲主耶稣的本身 你就是要见证主耶稣的这些有关的 这个启示有关的这些道理 意思就是要见证主耶稣的道理 那这个就是学习启示录的第一个目的 就是要学习神的道 就是要学习神的道 再来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再来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 也就是在启示录里面 怎么样来见证主耶稣基督 意思就是在启示录里面 如何来见证耶稣基督 好像在第一章里面 好像在第一章里面 就可以见证他坐在七灯台当中 就可以见证他走在七灯台当中 七灯台就是讲整体的教会 七灯台就是讲整体的教会 就是他一直在关怀整个教会 就是他一直关怀教会 在七灯台的里面来这样关心 在七灯台里面的关心 那右手有七星就是教会的使者 那到第五章的地方 就讲到他配展开这个七灯 就讲到他展开七灯 就是整个启示录所要告诉我们 未来的事情 就是启示录要告诉我们 未来的世界 只有他配展开这个七灯 那到第七章讲到十四万四千人 去到第七章讲到十四万四千人 在七章的十七节 在七章第十七节 讲到坐宝座中的羔羊 必牧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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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生命水的泉源 请他们去到生命水的泉源 说神要插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就是他怎么样来牧养教会 去到七印的里面 去到七印里面 开到第六印 开到第六印 其实就是已经是世界末日 其实就已经是世界末日了 在第六章的十六节 在第六章的十六节 就讲到他们要躲避 坐宝座者的面目 讲到他们要躲避 作为宝座者的面目 跟羔羊的愤怒 因为这个时候 主耶稣已经显现的灶头出现了 因为这个时候 主耶稣已经显现了 这个少头已经出现了 他的愤怒一定要临到 就是最后的毁灭要来到的 就是最后的毁灭要来到 这个就是羔羊的愤怒 这个就是最后的报应 也是最后的报应 那照第十四章的第一节 就具在羔羊怎么样 跟站在石安山 记载到羔羊怎么站在石安山 而这个背景就是大毕坡的背景 你的背景就是大毕坡的背景 表面上这个毕坡很厉害 表面上毕坡很厉害 很可怕 但是紧接着就具在羔羊 跟站在石安山 但是紧接着的就是 记载着羔羊和站在石安山 虽然毕坡那么厉害 但是主耶稣是跟教会同在 如果我们带来了盼望 带来了信心的依靠 那到了十四章的后面 就讲到主耶稣的收割 讲到主耶稣的收割 就是主耶稣再来了 就是主耶稣再来了 那些得救的人就先复活 那些得救的人就先复活 就被接到半空中跟主相遇 被接到半空当中跟主相会 那这个就是收割 那再来就是审判 再来就是审判 就是报应那些不信的人 就是报应那些不信的人 那到了十七章的地方 到了十七章的地方 就讲到羔羊 跟这个 这个 大淫妇所做的 这一条大虹龙 就讲到这个由大淫妇所做的大虹龙 那羔羊跟他争扎 在十七章的十四节 在十七章的十四节 那羔羊还有他跟随他那些中心的 这个圣徒 高羊跟一些跟随着他的圣徒 他们要得胜 他们要得胜 虽然这个大淫妇这一条大虹龙很可怕 但我们靠着主最后能够得胜 但我们靠着主最后都可以得胜 那到十九章也讲到这个争战 第十九章也讲到真战 其实就是讲主耶稣再来要毁掉一切 就是毁就是要消灭万国 他要成为万王之王 这个就是十九章的十一节以后 十九章的十一节之后 这一段就是主再来的情形 那到十九章的第七节 就讲到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 就是教会要被接回去了 因为教会已经达到完全 神父已经装饰整齐 那到最后这个二十一章 这个在讲圣城新耶路撒冷 就是完全的教会 就是完全的教会 二十一章的二十三节 讲到城内不用日月光照 因为神的荣耀光照 因为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作为神的灯 来照亮这个城 就是照亮教会 那这些都是在见证耶稣基督 所以整个启示录就可以让我们了解 主耶稣所扮演的角色 所以整个启示录就可以用我们了解 耶稣所扮演的角色 他所要完成的工作 他想要完成的工作 在启示录里面都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启示录最主要的目的 这个就是我们学习启示录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这两样 那至于这个当中 要在环境上所要发生的种种事 至于这个当中 在环境上所要发生的种种事 就是配合这些事情 因为教会是中心 因为教会是中心 基督是为教会 那教会既然是中心 所有世界上要发生的事 所有世界上要发生的事 都是为教会来服务的 都是为教会来服务的 都跟教会有关系 那再从这些 所有发生的环境上的这些 种种的苦难 再来讲到一些在环境上要发生的种种苦难 种种的灾祸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体会 这个主大概什么时候会来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去看 究竟主什么时候会再来 那这些也是要督促我们去准备 怎么样来预备来迎接主 那这个就是学习启示录的目的 那启示录的特色 启示录的特色 整本书都是借着意象启示 大部分都是借着意象启示 可以讲整个就是一个意象 可以说整本都是一个意象 都是在意象里面看到的 都是在意象里面看到的 这个就是启示录的第一个特色 那它包含现在的事还有未来的事 它包含到现在的事和未来的事 在启示录预章的十九节 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 你要把所看见的 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写出来 因为一切都是看到的 因为一切都是看到的 都是意象 那这个河有些意象就是 就是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 这个河有些是逆成是救世 就是和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整个启示录就包含这两部分 所以整个启示录就包含了这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现在的事 一部分就是现在的事 就是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的七教会 就是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二章七教会 就是在讲现在的事 就是讲现在的事 那将来必成的事 将来必成的事 就是从第四章开始 讲到真教会的出现 讲到真教会的出现 到主耶稣的再来 那这个就是 启示录的整个内容 这个就是启示录的整个内容 启示录的里面 他就特别强调这本书非常重要 他就特别强调这本书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看启示录一章的第三节 我们可以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第三节 一章第三节 一章第三节 启示录一章第三节 第三节 这里特别强调 这里特别强调 念这书上预言的 念者书上预言的 这书就是指着启示录 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都是有福气的 因为日期近了 所以这个就是在特别强调这本书有它特别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我们末世这个时代 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近 这本书更显得特别重要 这本书更显得特别重要 所以要我们来念来读 所以要我们来念来读 也要来听 要遵守其中所记载 要遵守其中所记载的 这样的人有福气 所以因为日期近了 这个就是强调这本书的特别的重要性 再看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 启示录的第二十二章 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十节 他又对我说 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 因为日期近了 天使讲不可封这书上的预言 天使说不可以将天使 书上的预言封了去 也就是神要让我们了解 意思就是神要我们了解 因为日期已经近了 所以越接近 启示录就看得越清楚 因此我们这个时候 有需要来学习这本书 因此我们这个时候 有需要来学习这本书 那从当中去了解 我们这个教会处在这个时代 从当中去了解我们教会 现在所处于的时代 应该要注意什么事 应该了解要做怎样的准备 应该了解要做怎样的准备 第二章第十八节 我们再看第二十二章第十八节 第十八节 这两节圣经也在强调这本书的重要性 像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 像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 如果有人在这本书上加添什么 如果有人在这本书上加添什么 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 加在他的身上 神必将写在这本书上的灾祸 加给他 我们知道启示录里面所写的灾祸 这个末后的大灾祸是非常可怕 我们知道上面所写到的末后大灾祸 是非常可怕 那这种加添什么 那这些灾祸 就要临到他 因为我们属神的人 到最后很多的灾祸 我们不必去经历 因为我们属神的人 很多的灾难到时是不用经历的 因为很多是针对 那个额上 有受印记的人 因为那些很多都是针对着 压上面有受印记的人 我们额上有神印记的 不必去承受那些痛苦 但是我们压上是有神的印记 所以我们是不需要去受那些痛苦 但是如果有人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什么 但如果有人在这个预言上加添什么 这些灾祸都要加在他的身上 表示他就是一个灭亡的人 表示他就是一个灭亡的人 那是非常可怕的事 是非常可怕的事 可见对启示录的态度 就是要非常地看重 所以我们对启示录的看法就是要非常地看重 不可以随便加添什么 里面没有讲 我们就不要随便乱讲 那里面有讲 你也不能把它删掉 里面有讲 我们都不应该把它删掉 如果你把它删掉 神就要把生命树 圣成从你的身上 这个粪把它删掉 如果你将它删掉的话 神就要将你的名字 将这个生命树 还有圣成这个粪把它删掉 将生命树和圣成的那个粪把它删掉 那就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不能得救的意思 那这两节的圣经 就是告诉我们 这一本书何等重要 你要非常地看重 里面所写的样样都要很注意 所写的样样都要很注意 都要尊重 那这样才能够带来这个福气 所以真教会我们早期的工人 这个黄以丽莎长老 他在写启示录研究 这个是我们教会第一本有关启示录的研究 他在要写这本书的时候 魔鬼就千方百计的阻挡 因为他都是利用晚上夜深人静开始写 因为他都是利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开始写 魔鬼怎么阻挡呢 魔鬼怎么阻挡呢 他的书桌有抽屉 他的书桌有抽屉 在写的时候 他就发现抽屉里面老鼠跑来跑去 打开没有啊 打开键就没有 后来他就知道这个是魔鬼的工作 后来他就知道这个是魔鬼的工作 就不理他 不理他魔鬼的诡计被试破了 就不再做 再来就是要去厕所的时候 再来就是要去厕所的时候 因为以前厕所都是在房子外面 要去厕所就要去外面 然后再回来 他说啊 一路上 那个狗啊 教德非常的恐怖 他家里的狗 一路上的时候 街里的狗全部都叫得很恐怖 好像看到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魔鬼做工 所以啊 那个狗好像看到了 所以狗好像见到 虽然他没有看到 狗可以看得到 虽然他没有见到 但是狗可能见到 所以叫得很恐怖 所以叫得很恐怖 但是他不会害怕 但是他不会害怕 那这样子这个 这个诡计也没有用 那么他的诡计就没有用 这些目的就是要阻挡他 不要继续写 他的目的就是要阻挡他 不要再继续写 因为魔鬼不需要我们了解歧事路 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 所以他不希望我们了解 所以他不希望我们了解 后来啊 这个魔鬼就直接出现给他看 后来魔鬼就直接出现给他看 他专心在写的时候 他专心在写的时候 忽然发现 咦 怎么好像有人站在前面 突然间发现 为什么有人站在他前面呢 抬头一看 抬头一看 是魔鬼 说很难看 哇 好噁心 他不理他 他不理他 就低头再写 就低头继续写 过一阵子又抬头 过一阵子又抬头 我说变得更难看 他又不理他 他就继续不理他 继续写 第三次抬头的时候 第三次抬头的时候 我说变得更加的难看 更加的恐怖 就是魔鬼就更加难看 更加恐怖 他就对魔鬼这样讲 你还有没有更难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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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不会太难看的 你这样也不会太难看的 你还有没有更难看的 有没有更难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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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鬼看 吓不到他 魔鬼就吓不到他 鼻子摸着就走了 摸着鼻子就走了 从此不再来 从此就不再来 那这也是有神的允许 你觉得有神的允许 就是要考验他的信心 也让他知道说 魔鬼不希望你做这个事 也让他知道 魔鬼不希望你做这样的事 就是要他更坚定来做这个事 就是要做这个启示录的研究 所以这本书是我们正教会第一本的书 启示录研究的书 所以这本书是我们教会第一本启示录研究的书 我们一般研究启示录都会参考这本书 我们一般研究启示录都会参考这本书 在当时来讲这本书算是写得非常好 在当时来讲这本书算是写得非常好 因为那个时候的了解 能够那样了解已经非常不错 因为那个时候能够这样了解已经非常不错 当然我们经过那么久了 我们有新的了解 当然我们经过那么久了 会有新的了解 有更多的启示 有更多的启示 但是在当时来讲 但从当时来讲 这个已经是一本非常好的启示录的研究 已经是一本非常好的启示录的研究 对我们以后研究启示录很有帮助 对我们以后研究启示录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教会在研究启示录的人 大概都会参考那一本书 所以在教会有份研究启示录的人 都会参考这本书 对我们研究启示录很有帮助 对我们研究启示录很有帮助 他千方百计要阻挡这个工作 我们更要坚定信心 我们更加要坚定信心 晓得说这个事很重要 晓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启示录的分段 他的分段就是用一节圣经来分段 他的分段就是用一节圣经来分段 就是启示录的一章第十节 我被圣灵感动 就是以这句话做分段 启示录整个都是一个意象 就是一直从头到尾都在意象里面 就是一直从头到尾都在意象里面 但是意象里面又有意象 但意象里面又有意象 就是当中有分成几个重要的部分 就是当中有分成几个重要的部分 那启示录的第一章的前面是一个引元 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是一个引元 是约翰所写的 然后从第一章的第十节开始 然后从第一章的第十节开始 就开始进到意象里面 就开始进入去意象里面 他被神的灵感动 就是进到灵界里面的意识 就是去到灵界里面的意识 就开始看到意象 开始见到意象 那这个就从第一章的第十节 这个就从第一章的第十节 一直到第三章 就是有关现在的事情 就是有关于现在的事情 这些都是在意象里面看到的 听到的 都是在意象里面 都是在意象里面 那这个就是第一个意象 这个就是第一个意象 就是现在的事 就是现在的事 第二个意象 就是四章的开始 就是第四章的开始 在四章的第二节 四章第二节 就是说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见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见到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这个就是在讲真教会的出现 那这个就在讲末后的事 这个就在讲末后的事 就从真教会出现开始 从真教会开始 一直到四章的 一直到十六章 一直到第十六章 这个整个都是一个意象 整个都是一个意象 没有间断 就是从真教会出现 一直到世界末日 主耶稣再来 就是四章到十六章 就是四章到第十六章 都没有间断 所以真教会出现 就一直到主耶稣再来 所以真教会出现 就一直到主耶稣再来 这个就是第二个意象 这个就是第一个意象 第三个意象 就是补充说明 就是讲这个大淫妇 在十七章的地方 在十七章的地方 所以在十七章的第三节 所以在十七章的第三节 又写我被圣灵感动 那天使就带我到旷野去 天使就带我去到旷野 我就看到一个女人 站在珠红色的瘦上 我就看到一个女人 在珠红色的瘦上 那瘦有七头十脚 这个瘦有七头的直角 在十七章的第三节 在十七章的第三节 整个身体都有 整个身体都有 蝎逐的名号 那这个就是第三个意象 这个就是第三个意象 特别讲到这个大淫妇 跟她所要受到的报应 她的结局 这个是补充说明 那这个当中也有讲到 这个属灵的争扎 就是基督带领教会 跟这个瘦的争扎 就是基督带领教会 跟这个瘦的争扎 就是跟这个大淫妇的争扎 就是跟这个大淫妇的争扎 所以这个就一直讲到 二十一章的第八节 所以就一直讲到 第二十一章的第八节 那这个里面 就讲到这个 等于是讲到这个大患难 这个里面都等于是讲到大患难 跟这个教会的完全 同教会的完全 那到二十一章的第九节开始 到第二十一章的第九节开始 就特别讲到这个 圣城新耶路撒冷 都特别讲到圣城的新耶路撒冷 完全的情形 就特别讲到教会 就特别讲到教会 大淫妇是受到报应 那这个当中教会达到完全 那就在二十一章的第十节 就在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天使带我去到一座高大的山 就那个由神那里 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靠着那个从神那里来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 那这个就是在讲高 这个在第九节在讲这个就是高阳的七 第九节讲到的这个就是高阳的七 就是在讲得救的真教会 就是得救的真教会 那这里这个 这个 一直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 由这里去到二十二章的第五节 都是在讲这个真教会完全的情形 都是讲到真教会完全的情形 最后教会要达到完全 到底完全是包括哪些事 到底完全是包括些什么呢 到底有怎样的一些情形 这个里面就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就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二十二章六节以后就是一个结尾 二十二章六节那里就开始讲到一个结果 那这个就是整个起事录的一个大概的分段 就是整个起事录一个大概的分段 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起事从头到尾都是意象 所以我们要了解 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个意象 除了前面的引言 除了前面的引言 跟后面的结论 整个就是一个意象 整个就是一个意象 但意象里面又有意象 意象里面又有意象 总共有四个意象 第一个意象就是讲现在的事 第一个意象就是讲到现在的事 就是七教会的事 第二个意象就是从真教会出现 第二个意象就是由真教会出现 因为那个宝座就是真教会 因为宝座就是真教会 从真教会出现 从真教会出现 到主耶稣再来 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一直到十六章 一直去到第十六章 第二个意象 那再来就是补充 再来就是补充 第三个意象最主要就是讲这个大淫富 第三个意象最主要就是讲大淫富 就是大巴比伦 就是罪恶的世界 还有这个政治势力 还有这个政治势力 这个是国 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这个是国 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最后这个政治势力 却消灭了这个大淫富 但最后政治势力 它是消灭了这个大淫富 就是大战 整个大战一爆发 整个就结束了 整个大战一爆发 因为这些核弹一射出来 这个地球大概都全部 就差不多全部破坏掉 因为核弹一射出来 就差不多全部被破坏 死的人死到非常的少 死的人死到非常的少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受恨这个淫富 这个是受恨的人负 最后就消灭它 最后就消灭它 就是政治力量来消灭 这个繁华的世界 就是用政治力量来消灭它 这个就是这个世界最后的结局 这个就是世界最后的结局 但是我们真教会 这个是要达到完全 但是我们真教会 是要达到完全 却在这个最后的大灾难当中 在最后的大灾难当中 就是主最后要毁灭整个世界 我们要被主迎接 在空中跟主相遇 跟主一同为王 审判世人 审判天使 那个时候整个世界就要被毁灭 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一切 魔鬼也被毁灭 魔鬼也被毁灭 说假先知都被毁灭 假先知都被毁灭 那这个就是整个的 这个情形就是这样 这个整个情形就是这样 这个是奇事录的大约 这个是奇事录的大纲 那我们再来就 一样一样的来学习 然后我们之后就慢慢一样一样来学习 因为当中主要我们就是要学习神的道 主耶稣在整个过程里面 祂要做什么事情 祂怎么样来完成整个救恩 祂怎么样才可以完成整个救恩 怎么样帮助教会 怎么样施行审判 怎么样来报应这个罪恶的世界 这里面都写得很清楚 什么时候要发生什么事 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 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 里面都讲得一清二楚 里面都讲得一清二楚 那这些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目的 这些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目的 我们为这个事祷告 我们都为这件事祷告 求神带领 让我们从学习当中能够得到造就 得到帮助 能够做好准备 能够做好准备 迎接主的再来 迎接主的再来 我们再来唱诗 83首 83首 中文字幕——YK